我是Maisam 在這個項目中 我就是做一個Creative Director的角色 當初YF找我關於跨代創作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除了有意義之外 我自己也覺得是一個很大的戰 AIMS是想講他們的故事 我又想了解多一點這一方面的東西 還有我覺得這件事 可以用我們平時用廣告的形式去講故事 我覺得是很吸引的 因為這是一個跨代的活動 又可以看看青年人有些現在的思想 還有我們所謂的老人家 可不可以融合一切東西 做一個這樣的活動 沒有試過和這麼年輕的人 十幾歲的做這樣的節目 一百年多 從未試過玩過一樣有趣味的活動 在我生活中 我沒有想過老這個字 而對我來說 都在摸索中 腦不是一個問題 腦是一個 一種這個figure 只有人的心 像那些年輕人那麼年輕 就是不覺腦 看到原來做模特兒 不是那麼輕盛 是要花一些時間 要化妝 之前又要和年輕人一起去談一談 他們那個心思 在學生的口中 了解了他們聽了老人家的什麼故事 我覺得是他們之間的活動和老人家的故事是最感動的 雖然身邊生活都有很多老人家 但是其實你有多少時間和心機去聽他們說話 可能一開始覺得老人家是比較民室的 但是其實這次經過這個活動之後 老人家其實是可以很樂觀 可以一起玩得很開放的 可能對長姐的感覺都會不同了 原來有些長姐都可以這麼好的 可以聊得很開心 本身覺得這個行業可能只是負責拍攝 整一下形象就搞定 其實沒有想過在背後要做這麼多的工具 準備的東西要給實際的多很多 這樣才行 這個廣告行業就是這麼殘酷 模特兒全部都七、八、十歲 但是他們仍然是很有動力 仍然在生活裡面活出他們的價值 希望他們可以看到照片 首先第一個印象就是 你會覺得老人家不是你們想像中 一定是這麼沉悶的 一定是這麼老套的 他們都很玩得的 可以很有形得起的 然後如果他們能夠再細味他們的背景 即是他們的Pops 或者他們的動作 他們的造型 其實都關於他們的故事 他們的觀眾可以細味下去 然後你會因為他們的故事受到觸動 我覺得已經是最大的 feedback 和 result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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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憐